这部电影在大陆一直被禁播 中影公司曾提出抗议 但始终无法在大陆上映 如果真的在大陆上映 可以说票房无人能抵 然而这部电影在香港上映一天后也被禁映 最终在1989年香港解禁后重新上映了词片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1981年上映的台湾电影 黄天后土 沈亦夫是一名留学英国的流动力学专家 他被隆重的欢迎场面所感动 只欢迎词的女人叫罗琳 他与沈亦夫曾经是恋人关系 为了监视这个刚刚归国的科学家 罗琳被上级重新安排到沈亦夫的身边工作 这时正处在文革时期 初四旧立四新的口号 在大街小巷比比街市 沈亦夫的弟弟沈强夫当上了红卫兵 罗琳的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被批斗 下放到了老改营 为了迎合国外记者的访问和拍照 他被上级安排到了最为干净的住所 这里看似生活条件很好 其实住在这里面的都是有错误的人 住这儿的人真可怜 比老改营好吧 顺从党 不会错的 说党要说的话 做党要做的事 早这样 我也不至于从大学教授 轮落到图书馆管理员了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涌进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高达几百万人 客同不想因此事被牵扯进来 但周承仙的几句话让他无敌自容 你出面借成功 周大同想让他的同事沈亦夫出面借科学院的房子 党委书记林向东却说 全国各地来的已经七百万人了 都要来 我们也要管吗 这时外面以沈强夫和周承仙为首的红卫兵两派起了冲突 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林向东再次出面调停 借房子是这样借的吗 没有上级指示都不借 不服气 你们找将军手上去 周大同与沈亦夫都同意借房子给红卫兵住 只有党委书记没有同意 后面出事之后 这个书记却把锅甩给了周大同 是周大同周院警员拒绝不借的 不但如此 他儿子还带着一批人要跟井冈山来的红卫兵干架 要不是我挡着 已经出了大事了 院长 我没有啊 事实如此 当天全部的经过 都是你跟你儿子阴谋破坏科学院 周大同根本没有反驳解释的机会 这下好了 周大同的罪又增加了一层 沈亦夫本想出年为他打抱不平 罗琳的父亲 劝他不要这样做 因为周大同的是非黑白 不是谁就能管得了的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垮台 沈亦夫的父亲沈涛曾经跟过刘少奇 所以这次他很有可能被牵扯进去 而一场大的红卫兵与赤卫队的邪斗 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不得不发 沈强夫从抽屉拿出父亲的手枪 准备与周成亲的赤卫队 他们干一场 母亲上前阻止 手枪不小心走火 打伤了他 对他手里有一挺冲锋枪 冲锋枪的出现 导致沈强夫一派彻底失败 这次泄斗 导致双方学生伤亡惨重 沈强夫也不知去向 他的父亲已经被确定是刘少奇的人 沈家被批斗 已经是板上钉钉 因周大同北党委书记林向东陷害 他成了重点批斗对象 他的儿子看到父亲这样 听从了队友的建议 要上去接报 表面发痕 小孩留情 只有你自己上去 才能弄成小周大帮忙 让他做个大一面 就是没有 被批斗过后的周大同拖着重伤回到了家 他的小儿子的几句话彻底激怒了周大同 周大同将自己儿子掐死后 他悲痛地抱着儿子走在漫天大学的科学院内 第二天他已经抱着儿子冻死在学地里 由于周大同被狠狠批斗过 根本没有人敢为他收尸 最后 沈亿夫冒着风险替他收了尸体 周大同还有一个女儿叫周舒丽 此时的他已经被关了起来 只要他招供父亲和弟弟是他杀的 上级就会立即放了他 此时的周舒丽悲痛交加 他死也不会在供词上签字画压 上级派罗琳去劝说 也未能成功 罗琳是上级安排在沈亿夫身边监视他的 最终沈亿夫彻底明白了此事 两人也因此大吵一架 随着文革局势的变化 红卫兵被工人造反运动所取代 此后 随着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 红卫兵运动于1968年起逐渐消退 但沈亿夫的弟弟沈强夫却不心肝 大部分都去了农村插队 而他带领的部分红卫兵却被军队驱逐 甚至到了后来被全部消灭 沈亿夫的父亲已经受到了刘少奇的波及 他被认为是刘少奇的人 而就在最为关键的时候 沈涛因剧重谋反 被包围在家中 他被打得遍体鳞伤 也没有屈服 沈亿夫知道此事之后 立即赶回到了家中 他的父亲最终开枪自杀 而母亲也因反抗被击毙身亡 更可悲的是他父母的死是他所为 沈涛同志是我们长征的伙伴 大债工程 你杀了他 人民也要向你讨债长命 所以周大同和沈涛的死都归结于儿女身上 他们被冠以杀死亲爹亲娘的罪名 罗琳因给沈亿夫通风报信 被逮捕入狱 此时的罗琳怀上了沈亿夫的孩子 他发誓只要活着 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沈亿夫被下放到北大荒进行劳改 王培主曾经是审查沈亿夫的人 他因犯了奸污罪 也被下放到沈亿夫所在的劳改营中 结果这个人不但对女人有兴趣 他对沈亿夫更是喜欢的不能自拔 沈亿夫被他骗到外面 企图占有他的身体 对于这样的人 沈亿夫用石斗将他活活打死 局势终于有了好转 沈亿夫被无罪释放 并且恢复科学院副院长的职位 老改营负责人立即委派一名女医生 为他治伤 其实这个女医生是老改营负责人的拼头 当他见到沈亿夫的时候 女医生却要他与他好上一回 这次沈亿夫便聪明了 他立即跪下求他不要害了自己 沈亿夫在北大荒待了七年后 终于回到了科学院 此时的科学院割委会主任 也就是当年的党委书记 正是当年红卫兵武斗后的周承仙 他成为了沈亿夫的直接上级 周承仙很高兴地接待了他 周承仙在大街上 遇到了曾经红卫兵时期武斗过的死敌沈强夫 他在当年并没有死 过去的事已经化为泡影 周承仙还让他去见他的哥哥沈亿夫 沈强夫在北京已经三年了 一直都没有找他的哥哥 他知道会连累沈亿夫 所以一直躲着他 沈强夫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一帮人司法刊物 他被以挑拨人民和党的感情 而被公安局包围 结果这个局长却是他们在红卫兵时期的朋友 双方都有武器 为了不重现当年的血拼场景 局长乖乖地从这里撤离 沈亿夫终于见到了他的岳父罗教授 当年罗灵瞒着沈亿夫 生下了一个女儿 他现在在一家疯人院里 这里的人都是遭受过苦难的人 沈亿夫终于见到了爱人 这部电影虽然跨越的时间很长 涵盖的时间很多 但导演并没有采用复杂交错的手法 而是一种娓娓到来的方式 十分平实地叙述中国现代史上 以此断人肝肠的大变动 全片的气势 浩浩荡荡一息而下 直到剧终时凝聚在那一片白茫茫的血景之上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commence翻唱片 下去